我们今天又洗澡啦 有小伙伴问我要开结的教程 今天就顺便落了一下 我们在洗澡之前就要检查好身上有没有打结的地方 如果有的话先把结开掉再洗 大部分的毛结都躲在很靠近皮肤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翻开毛发的最底层去检查 还有靠近内侧的地方也是很容易打结的 我们要注意一下 准备好开结要用到的工具 一把长针的针书 还有木森堂的魔法喷雾 紫色的这个是蓬松型 比较适合毛少的小狗 这个蓝色的呢就是柔顺型 比较适合毛多的小狗 它的作用是防静电保护毛发不易断裂 更方便我们开结 也可以当作免洗护毛素和宠物香水使用 我们直接把它喷在打结的地方 然后按照正常的手法梳毛就可以了 我们另一只手要固定好其他没有打结的毛发 上下左右重复的去梳这个打结的地方 我们在梳毛的时候 真梳尽量不要碰到小狗的皮肤防止刮伤小狗 我们在给这种长毛小狗梳毛的时候 要追求梳下来的毛越少越好 所以一定要先喷防静电喷雾 何必要使用刮毛刀和牌树去勾毛 不确定毛结有没有疏通的情况下 可以用牌树检查一遍 要是卡住了 我们就重复上面的步骤 直到能疏通为止 像一些平时要带树去洗澡的小狗 也可以在家先把结开掉 这样既可以省下不少开结费 也能避免因为带结洗澡 而起不干净吹不干的情况 正确的树毛和开结是养长毛小狗的必修课 建议各位主人都学起来吧